这主人公啊,他倒不是说骗婚,也不是说什么骗宝之类的 他就是靠着结婚离婚这个事呢,哎,愣是骗了得有一百来万 具体是怎么回事,怎么做到的,咱慢慢来说 今天咱这个故事主角是一个小姑娘 这个事呢,发生在九十年代 这小姑娘叫做杨玉平 他家是住在安徽省的某一个小村庄里 家庭条件的不太好,挺不富裕的 甚至可以说挺贫穷 家里除了爹妈之外,还有五个兄弟姐妹 其中有俩哥哥,还都不是很健康,有点痴呆 那既然是这个状态,该结婚的年纪了 自然也都没有女朋友,没法成家 所以说一家八口,就这么在一起生活着 日子过得挺紧 那在1981年这一年,杨玉平是16岁 16岁正值碧玉年华 但是就在这一年呢 他家里边唯一的劳动力,他爸爸出事了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 杨玉平的父亲下地干活的时候 突然间癫痫病发作,结果正好旁边就有一个池塘 一个根头直接栽池塘里 等人们后来发现了把他捞出来的时候 早就已经离开人世了 这死的实在是太意外了 那杨玉平呢,非常懂事 他作为家里边比较大的孩子 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强忍住自己心里边的难过和悲伤 抢烟欢笑,开导安慰母亲和妹妹 然后另一边呢,还没日没夜的辛苦劳作 代替父亲的这个位置 让日子呢,勉强的能过下去 那好在时间长了 那两个痴呆的哥哥呢 在杨玉平的带动之下 也开始能够跟着做一些家务了 下地干活什么的 慢慢的他的负担也逐渐的减轻了 日子呢,也开始有所好转 人都说是女大十八变 随着时间的流逝 到了1984年 也就是三年之后 这一年杨玉平是19岁 那不用多说 杨玉平呢,美的不行 身材好 颜值高 在这小村庄里面的脱颖而出 那情商不低 又聪明能干 那追求的小伙子自然也是不在少数的 不过呢 人家自己有主意 还没有遇到这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一见钟情的 所以说谁都没答应 但是呢 很快 这个事就由不得他了 因为之前呢 父亲突然去世 家里边欠了不少钱 那借了很多钱 那现在这转眼马上就三年了 好多钱还没还上 这不这1984年春节刚过 他们村子村长叫王庆和 就来到杨玉平家里边讨债来了 不过呢 这次啊 跟以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这回 村长的语气 哎 客气柔和了很多 往常呢 那都是这个一脸严肃骂骂咧咧咧的 那这回怎么突然这么客气呢 原来啊 这回村长来 这是有一番自己的算法 他当时呢 就像这个杨玉平的母亲 就提出了一个条件啊 交换条件 本来呢 这个杨玉平家欠村长1200块钱 在八几年1200这不是少数啊 欠1200 这个村长呢 就跟这个杨玉平的母亲说 这样 这1200啊 你可以不还 不过呢 你得满足我们两个条件 我的这个妹妹啊 有一个小女儿 那现在呢 没对象 我这个妹妹的女儿呢 哎 正好可以许配给你家 嫁给你那个傻不拉几的大儿子 反正你那大儿子呢 也是有点痴呆嘛 找不着对象 我妹妹这女儿 可以嫁给他 但是同时作为交换呢 你家这大女儿杨玉平 那也就是咱们这主角 要嫁给我儿子 那要嫁给村长的儿子 做这村长的儿媳妇 哎 村长提了一个这样的条件 说白了 就是想要这个杨玉平 那这个村长王庆和啊 在这村里当了二十来年的村干部了 是村里的头号人物 向来都是说一不二 一向呢 都是比较严肃 比较冷酷的 哎 人们都称他是活颜啊 那么他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天天啊 迷二八息 有手好闲 也不干什么正活 哎 天天就是一小混混 那么杨玉平来说 他当然是直接就拒绝了这门亲事 但是呢 对于杨玉平的母亲来说 这个事的诱惑那个太大了 他是觉得一千二可以不还了 而且自己这傻儿子啊 这婚姻问题能够解决 这都是好事啊 所以说呢 杨玉平的母亲就开始劝杨玉平 劝了是整整三天三夜 但是杨玉平呢 还是死活不答应 那怎么办 最后他母亲呢 竟然是以死相逼 这杨玉平被折腾的是心烦意乱啊 这一来呢 是可怜自己的母亲 确实妈妈这么大了 压力这么大 家里边这么多口人 也没什么收入 这二来呢 杨玉平也是非常感慨 自己这个出身不幸 也是没有办法 最后呢 在这个母亲的威胁之下 只能是很无可奈何的答应了这门婚姻 于是乎就在1984年端午节这天 这两家子把这两门婚事呢 就给办了 杨玉平的大哥 那傻不拉击的当了新郎 杨玉平呢 当了新娘 啊 当然了 这是两门婚事 但是啊 结婚之后的生活 哎 跟这个杨玉平想的还真就差不多 杨玉平的丈夫就是村长的那个儿子 每天呢 刚也说了 米尔巴西什么都不干 疯疯癫癫的 天天不着家 另外呢 村长咱也说了 这个人啊 不都说他活颜王吗 他脾气不好 天天呢 对自己的媳妇 也就是杨玉平的婆婆 经常的是家暴 不是打就是骂 那人哪受了这个呀 这么多年来 哎 天天往这娘家跑 那这样一来 一方面呢 是这个杨玉平的丈夫 天天游手好闲 不着家 另一边呢 他婆婆 因为自己这公共家暴 也天天是不回来 这一下子家里边 不就光剩下村长和杨玉平俩人了吗 这时候 这村长的本来面目啊 也就露出来了 逼着杨玉平跟他同居 把人睡了 杨玉平呢 是拼命反抗 但是没办法 在人家这个地盘上 不管怎么反抗 最后这结果呢 也都是一样 最终 还是没有能够逃出这个村长的手心 就这样 杨玉平忍受了整整三个月的折磨 三个月过去了 这种乱伦的这个关系 他实在是受不了 这期间呢 他也是一直在反抗 不管是怎么哭 怎么打 怎么跑 都没有用 一方面呢 埋怨丈夫不着家 另一方面呢 也恨自己的母亲 把自己就给弄到这儿来了 他倒是想 要不然出去到这个县里边 告到法庭上 把他告了 但是又一琢磨 这老头 当了这二十来年的村长了 县里乡里肯定都有关系 这家伙要是把他告了 万一再没告下来 那自己跟娘家人都得受折磨 受委屈 这不行 所以说呢 这三个多月以来 杨玉平整天是闷闷不乐 痛苦不堪 天天是孤独寂寞 还担心受怕 所以说最终 他终于是忍不了了 在十月份 那这国庆节刚过 他就揣着五百块钱 选择了逃婚 直接离开了他的家乡 领沟村 那么打这儿 有关咱们的主角杨玉平的故事 这才刚刚开始 从老家出来之后 杨玉平首先到了省会合肥 想在合肥 琢磨着能不能找一个工作 先这么干着 先养活着自己 可是他找了好长时间 想什么工厂啊 饭店啊 旅馆啊 不管怎么找呢 都没有人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逃婚出来的 没有带这个身份证明 很多单位呢 很多个体户都不敢收 这找了一周多了 身上五百块钱 花的还剩三百 杨玉平开始着急了 着急怎么办呢 他也没办法 只能继续找 可是后来呢 发生了一个很不幸的事情 有一次啊 他在这个中国科技大学 在这附近的找工作 结果一不小心 那兜里三百块钱让人偷了 这家伙这怎么办 一分钱没有 没地儿住 没饭吃 把他吓坏了 那就在他啊 很难过 趴地上哭的时候呢 哎 这时候有一个中年男子过来 中年男子一看 哎 你怎么哭了 问了问 这个杨玉平呢 把自己的这个情况啊 哎 大概的就个说了一下 这中年男子一看 哎呦 这孩子挺可怜 于是呢 主动的就把他带到了这科技大学里面的招待所 请他吃饭 并且呢 还给他赞助了二百块钱 让他先用着当做生活费 以后有钱了再还 这杨玉平一看 哎呦 这个人不错呀 而且这人看起来不像是坏人 那也很温和 看起来面善 于是呢 哎 他就对这个中年男子打开心扉了 把自己的遭遇 那身世 怎么着被逼婚 怎么着被这公共睡了 把这些事 哎 全都告诉了这个中年男子 那么这个中年男子啊 也很礼貌的做了一番自我介绍 这个中年男子叫做齐明昌 他是北京人 在北京的大京县长城乡 有一个龙昌贸易公司 他在那当经理 并且呢 他还对杨玉平发出邀请 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这呢 哎 可以给你提供一份工作 你可以来我这上班 杨玉平一看 当然就很高兴的答应 于是乎呢 他就以这个经理的同学的女儿的身份 来到了这个公司 来到公司之后 干一些杂工 打打水 发发这个信件报纸 陪着经理跑跑业务 等于说当个秘书 那一个月下来呢 哎工资开了三百 他一看这数 哎不少很高兴 三百块钱 那自己在家里边劳动一年 都挣不了这三百啊 一边高兴呢 心里边也是感激这个齐明昌 于是呢 他就越来越努力的工作 哎 希望用这种方式 能够回报这个齐明昌 还有其他帮助自己的同事 那么随着时间流逝呢 杨玉萍干的也是越来越好 齐明昌的对他也是倍加的关爱 倍加呵护 但是呢 杨玉萍自己不知道 其实这个齐明昌也是有所图的 杨玉萍自己一直认为啊 齐明昌这是一种父爱 直到有一天晚上 齐明昌把他给睡了 到这儿杨玉萍才明白过来 不过即便如此 杨玉萍也感觉 用这种方式来报答齐明昌 也是应该的 毕竟他给了自己工作 给了自己住的地方 还给开钱 这是出于感激 出于感谢 可是另一方面呢 他又感觉自己这样不对 毕竟这个齐明昌 也是有家世的人 齐明昌的女儿 跟自己年龄差不多了 都是十来岁 那自己跟这个齐明昌干这事 那肯定感觉对不起他媳妇 对不起他女儿 那果不其然 两个月之后 齐明昌和杨玉萍的关系 被他的妻子和女儿发现 于是乎杨玉萍被赶出了公司 不过临走的时候 齐明昌呢 偷偷的给他塞了两万块钱 那算是给他的这个精神损失费 在一开始刚刚拿的这笔钱的时候呢 其实杨玉萍自己心里边 还是非常忐忑的 不过慢慢的一琢磨的 他想 第一次自己身上贷了这么多钱 这钱是怎么来的 这是自己的美好年华换来的 于是乎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这些年轻 美貌身材就是换钱的资本 后来在北京火车站 经人介绍杨玉萍来到了天津市唐姑区的 洪湖街 给一户人家当保姆 这户人呢 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这个男主人在一个科研所工作 他的妻子在日本留学 另外他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 刚上幼儿园 这个男主人啊 毕竟科研所工作的嘛 知识渊博 而且呢 很有风度 谈吐幽默风趣 那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 杨玉萍感觉自己每天过的 那还是挺快乐的 而且呢 这户人家的这个情况 那妻子在日本 家里只有男主人和小孩 小孩还上幼儿园 天天不在家 于是乎呢 后边这事 大伙估计也就猜到了 有一天 这男主人呢 终于也是忍不住了 哎 把这个杨玉萍呢 也给睡 不过呢 杨玉萍他也没有反抗 毕竟这个男主人 那还是很吸引他的 有知识 有丰富 而且很幽默 又有钱 这杨玉萍啊 其实是真心的喜欢的 所以说 这男主人把自己睡了 他没有当回事 那这次呢 也是杨玉萍第一次 真的从心底里边喜欢一个男人 之前在村里 别看好多这个小伙子追求 但是毕竟那不是一个样的人啊 这个啊 人家大知识分子 有钱又厉害 喜欢 虽然说啊 杨玉萍这个时候 知道自己这个情况呢 对这个人来说呢 是渴望而不可及 但是 这时候他心里边 其实就已经打定主意了 哪怕说 我一辈子当保姆 当情人 哎 也愿意跟他在一块生活 那么心里边这么想啊 杨玉萍就把这个想法 告诉了男主人 但是男主人在听到这个话之后呢 他退缩了 毕竟人家也是有头有脸 有这个地位的人物 他也是怕这个一些世俗的问题会纠缠住 这个双方的压力啊 岳父家的地位和势力啊 所以说最终呢 就把杨玉萍给拒绝 拒绝之后 杨玉萍当然也就没法在这干了 最后的男主人给了他5000块钱 那作为这个赔偿 拿着5000 杨玉萍痛苦的离开了天津 又一次开始了他流浪的生活 在这一次之后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有了喜欢的人 也是第一次被喜欢的人断然拒绝 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挫折 再加上之前那一次得到了那两万块钱的甜头 这两者交织在一起 杨玉萍彻底想开了 开始彻彻底底的为了钱 于是乎他开始从被害者彻底变成一个加害者 之后在1985年 这一年杨玉萍20岁 他在这年冬天来到了内蒙古 在内蒙古的一家茅房厂 当上了打工妹 不过进场之后 没多久 这个茅房厂的厂长 叫韩德俊就注意到了我们的主角杨玉萍 一看杨玉萍 年轻漂亮 身材又好 于是就有了小心思了 就让杨玉萍每天下班之后 来他家里边帮他做一些家务 名义上雇他当这小施工 说这个韩德俊韩厂长 当时是30岁 也不算老 离婚了 不过呢 自己带着一个4岁的女儿 妇女俩人过日子 其实呢 当时杨玉萍看到这个韩厂长 这个情况 很同情他 来愿意跟他在一块照顾他 那么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这韩厂长一看 这杨玉萍这姑娘确实不错 对他也越来越好 经常的带他出去玩 游山玩水 但是慢慢的时间一长 杨玉萍发现问题了 他发现这个韩厂长啊 不光跟自己 还有其他的女人 他也经常的带到家里边来 这下子杨玉萍一看 他吃醋了 于是乎呢 开始跟这厂长吵 开始争 一看见这个别的女人 就跟他打跟他骂 最后呢 把人折腾的实在是受不了了 他在厂里边也待不下去了 最后是对着这个韩厂长是死缠烂打 死软硬膜 最后逼着给了他五万块钱 这才欢则罢了 拿着五万 他离开了 离开之后 在一本杂志上 他不是都有这个征婚的那个广告栏吗 哎 他又物色到了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是广西龙州县 夏洞乡的一个个体户 叫做张庆丽 这个张庆丽那边呢 哎 他在收到这个杨玉萍的这个信息 照片什么的之后呢 欣喜若化 那一看这么年轻又漂亮 太高兴了 那迫不及待的就让这个杨玉萍过来 那杨玉萍来到张家之后呢 这才发现 哦 这个张庆丽啊 原来呢是个瘸子 那这也难怪这么大岁数了 28了都找不着对象 其实呢 人家张庆丽这儿啊 是非常珍惜杨玉萍的 毕竟又年轻又漂亮又能干 哎 人家是渴望着跟他能够一起创建一个温馨的家庭 但是杨玉萍这时候已经不这么想了 他在张家住了俩月 那住了俩月 哎 很顺利的就骗取了张家的信任 后来有一天 张家给了他两万块钱 让他出去呢 去买这个结婚用的一些东西 那结果他拿着钱直接就跑了 完事到了第二年 1986年五月 他来到了四川省广汉市的一个工程队 马来打工来了 这个工程队的经理叫做张广林 这个张广林呢 也是有能力 那一直是走南闯北的承拦一些工程 市面见多了 钱挣多了 那心也就花了 那经常在外边泡女人 那当时在工程队里面呢 哎 张广林就发现了这个杨玉萍 于是呢 就有意的哎 给这杨玉萍机会 提拔他来让他到这工程队的公关部去当主任 同时呢 兼任经理秘书 所以说这个张经理每一次出门去揽工程谈生意 那都得带着杨玉萍 出门俩人坐一辆车 吃喝坐一张桌子 就连睡觉最后慢慢的也都跑一张床上去 而且呢 哎 为了这个取悦杨玉萍啊 张广林呢 还经常的给他买一些这个金银首饰 买衣服 经常带他出去玩 给他花钱 就这样 俩人腻了半年多 半年多之后 杨玉萍感觉时机到了 提出要结婚 并且呢 在公开场合 哎 一直就是自称是张广林的妻子 就拿这个事呢 烦他 那慢慢的这样的纸包不住火呀 最后这张广林的媳妇知道了 知道之后 全家人过来找着杨玉萍算账 那这个时候 这张广林呢 也是趁这几乎一股脑 把所有责任都推在了这个杨玉萍身上 不过呢 没想到这也郑重人下怀啊 最终杨玉萍在张广林这 拿到了七万块钱 这钱呢 可以看出来 一次拿的比一次多 五千 两万 现在七万 这个数呢 越来越大 杨玉萍的这个赚钱的欲望 也就越来越膨胀 在这个时候呢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他心想现在呢 还趁自己年轻貌美 那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手段 那结婚离婚 我攒够一百万 我先攒个一百万 然后呢 回家 回老家县城 盖个房 盖个楼 我开个小旅馆 或者开个小商店 我自己当老板 然后呢 把我妈 把我这兄弟姐妹都接过来 想想轻浮 这是他的小目标 也的确 以杨玉萍的条件 足够魅惑很多很多的男人 当然后来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时间到了1988年3月 杨玉萍带着这时候自己攒下的16万来到了深圳 来到深圳 他跟往常一样 先是找了一公司打工 他来到了一家叫做鸿胜电器的公司 来到公司之后 公司老板叫范成栋 立马就注意到他了 直接就把他给迎进办公室 当场提拔任命作为公关部经理 公关部经理 跟之前一样 也是成天的陪着老板出去谈生意 进歌厅 进舞厅 泡这KTV包房 月薪1500 这个数字呢 也是相当高了 不过呢 杨玉萍已经不知足了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他得到一个消息 他发现这个范老板有钱 他家产得超过千万 这个范老板的父亲呢 在香港也是做电器生意 那肯定更有钱了 而且呢 这个范老板也是独身一人 离婚了 离婚十多年了 就自己一个人过 于是乎呢 杨玉萍抓住这个机会啊 使劲浑身解数 就是讨这个范老板的欢心 哎 半年之后 范老板就给他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 而且送了全套的高级进口家店 不久之后 俩人就皆为夫妻 日子过得呢 倒也还不错 哎 天天清清过我 亲亲密密 春时相依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杨玉萍其实一度感到很满足 甚至想救死收手了 不过 变故 变故在第二年出现 1989年夏天 公司来了一个公关学院毕业的科班出身的女大学生 这个女大学生的出现把这夫妻二人的生活彻底打碎了 这个大学生呢 当然是更年轻了 而且哎 长得也很漂亮 举止文雅 关键人家还有文化 刚上班 哎 没俩月给公司弹成了50万的大单子 这家伙 范老板一看高兴坏了 迅速的就把自己的激情转移到这个女大学生身上 杨玉萍一看 完了 这老板是拴不住了 于是乎呢 他的这个内心也开始动摇了 心想自己是跟之前一样离婚呢 还是苦苦的死撑呢 最终 在做了几个月的思想斗争之后 他决定离婚 并且提出要对方支付10万块钱作为赔偿 那后来又通过讨价还价 他把这个钱呢 又涨到了15万 拿着15万开开心心的离开了 15万拿走离开之后 他后来又勾搭上了一个海南省屯昌县 一个气修公司的一个厂长 叫许兴亮 跟着许兴亮一起来到了海口 这许老板的生意做的也不错 也有这个几百万的财产 但是钱有了 他自己没儿没女 不是说没媳妇 有媳妇 媳妇特别漂亮 但是媳妇不能生育 这个事搞得这个许老板天天是闷闷不乐 抽眉苦脸 那现在有了杨玉萍之后呢 他就想着让这个杨玉萍给自己生个孩子 然后自己跟媳妇一块养这孩子 这等于说 这是借父生子 不想让自己家里边断乡 杨玉萍一看呢 哎 这个事好啊 这个不用跟之前一样 天天跟老板斗智斗勇了 直接我给你生孩子 然后你给我钱就完了 那最后呢 跟着许老板商量之后 俩人谈妥了 十五万 这许老板呢 先给他八万订金 等这孩子生下来 再把那七万给续上 但是没想到啊 俩人在一块腻了三个月 这杨玉萍愣是没怀孕 这许老板呢 也着急 一天到晚的逼着 天天上床 天天睡觉 那最后呢 杨玉萍也是实在受不了了 在一个半夜 那他趁着这个许老板 正熟睡的时候 悄悄的逃走了 打这之后 直到一九九七年 在这八年的时间当中 杨玉萍还是跟之前一样 开始四处是骗婚骗钱 北驾南里 东河西散 来到处跑 到处驾 前前后后呢 他走过了八个省 跟各种各样的人物 有厂长 有经理 有老板 有个体户 还有司机 等等 前前后后跟十八个男人 结婚又离婚 总共在这八年当中 一共获得了钱财 八十多万 平均一年十万 那在这八年当中呢 其实他也想过 想着真的找到一个对自己好的男人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结束自己这个流浪的生活 但是呢 他已经习惯了之前那样的日子了 这个欲望一旦打开 那就不好再观赏 最终呢 他还是决定要实现那个一百万的小目标 这个时候呢 他也给自己啊 总结出了一条人生真理 他觉得这个人呢 怎么活都是一辈子啊 不如趁年轻漂亮 赶紧以此致富当个百万富婆 但是这杨玉平没有想到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随着他这个胃口越来越大 离遭报应 那也就越来越近 1997年8月份 他来到了武汉 把目标对准了武汉 恒达皮鞋店的老板 叫李承祥 在一番这个诱惑缠绵之后呢 哎 把这个李承祥勾引到了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又故意被抓 最终呢 他找人要十万块钱的离婚费 但是这回啊 这个李承祥不给 一分都不给 那这一下子杨玉平就不高兴了 那为了拿到这十万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打算雇人 把这个李承祥给绑架了 他也这么做了 但是很快 绑架之后 这个李承祥的家人就报警了 报警之后没多久 杨玉平就给抓住了 被抓之后一审一训啊 他之前这十年的经历 全部就给抖出来了 最终算了算 他前前后后呢 总共是非法获得了104万 最终法院以冲昏罪 诈骗罪把他逮捕 那到这呢 杨玉平的百万富婆梦 也终于是破灭 那么到这这起案子 咱们也就讲完了 咱们也就讲完了 地区 感谢观看